新的一年总是让人期待万分 在这个充满希望和憧憬的时刻 人们渴望与家人团聚 分享温馨和爱意 而就在最近 新加坡上演了一场家庭的盛大团聚 却又让人感慨万千 是的 我们的焦点聚集在了张兰和汪小飞一家 张兰 那位一直活力四射的时尚女王 如今却在孙子孙女的身边 显得有些疲惫 眼间的网友们纷纷感叹 她的身形消瘦了 步履间带着稀许蹒跚 这个转变 仿佛在告诉我们 时间从不留情 即使是那些曾经风华绝代的人物 也难逃岁月无情的抚摸 然而 新年的喜庆并未被这份感慨所打破 汪小飞 作为家庭的一员 不辞辛劳 将一家人聚集在一起 尽管她的出现引发了一些争议 诸如为支付抚养费等问题 但在家庭团聚的时刻 她的心中只有对孩子们的爱和关怀 而她的心里有小梅的到来 更是给这个家庭增添了一抹新的色彩 在与孩子们的相处中 她展现出对未来家庭的承诺和用心 让人不禁感叹 家庭的力量是如此的强大 即使在挑战面前 也能团结一致 共同前行 张兰 作为家族的核心人物 她的重要地位 不言而喻 她对家庭的关爱和重视 仿佛是一座灯塔 照亮着每一个家庭成员前行的道路 传统的家庭价值观 在她身上得到了传承和弘扬 让人感叹家庭的伟大 更加坚定了 我们对家庭的向往和珍视 团聚的场景 总是让人感到温馨而动容 然而 正如硬币的另一面 家庭生活中 也充满了各种挑战和变化 汪小飞家庭的故事 或许只是冰山一角 家庭中的矛盾和问题 仍然存在 而新的一年 也许是我们重新审视 家庭关系和价值观的时刻 面对挑战 我们需要更多的包容和理解 以更加坚定的信念 守护我们心中的那份温馨和爱意 在这个新的一年里 让我们一起铭记家庭的重要性 真是每一个与我们相伴的时刻 用爱和包容填满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就像那盛大的团聚一样 让我们共同书写属于我们的家庭故事 让温馨和和谐永远伴随着我们前行 然而 家庭团聚背后 也隐藏着各种不同的情感和观念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 家庭观念也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 传统的家庭结构和角色分工正在被重新审视 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方式也随之而变 在汪小飞家族的团聚中 尽管看似温馨和谐 但其中也暗藏着一些微妙的关系 心里有小梅的出现 无疑给家庭带来了一种新的动态 她与汪小飞的亲密互动 让人不禁思考着家庭的未来走向 而这种新的关系 也许会在家庭中引发一些不同意见和观念的碰撞 毕竟 家庭成员之间的认同感和亲密程度 是需要时间来培养的 而新的角色的加入 势必会给家庭带来一些挑战和调整 此外 家庭团聚也让人不禁思考着 家庭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和意义 随着社会的变迁和生活方式的多样化 传统的家庭模式正在逐渐演变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追求个性化和自由化的生活方式 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和互动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 在这样的背景下 家庭团聚是否仍然具有原来的意义 家庭是否只是亲情的象征 还是更多的承载着个体发展和社会功能的责任 这些问题或许并没有简单的答案 但却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探讨 在家庭团聚的背后 还隐藏着一些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汪小飞为支付抚养费的问题 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争议 虽然在团聚的时刻 我们更愿意看到家庭的温暖和和谐 但这样的问题 却也提醒着我们家庭关系中的现实与挑战 家庭不仅是情感的交流场所 更是责任和义务的承载者 面对这样的问题 我们需要更加理性和务实地去解决 以确保每一个家庭成员 都能够得到应有的关爱和尊重 综上所述 家庭团聚既是温馨和谐的 又是充满挑战和变化的 在这个特殊的时刻 让我们共同思考着家庭的意义和责任 在温暖的怀抱中 共同书写属于我们的家庭故事 在家庭团聚的背后 隐藏着更多令人深思的层面 家庭成员之间的相处方式 角色分配以及价值观的传承 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一题 首先 随着时代的变迁 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方式 也在不断演变 传统的家庭模式中 父母扮演着权威和支持者的角色 而子女则在他们的保护下成长 然而在现代社会中 越来越多的家庭追求平等和尊重 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也更加平等和开放 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夫妻之间 还表现在父母与子女 兄弟姐妹之间的互动中 家庭团聚时 家庭成员们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方式 也反映了这种变化 例如 父母更愿意倾听孩子的意见 而子女也更加尊重父母的选择 这种相互理解和尊重的关系 让家庭团聚充满了温暖和和谐 其次 家庭团聚也让人们思考着 家庭在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 在传统观念中 家庭被视为社会的基本单位 承载着传统价值观和文化传承的责任 然而 在现代社会中 随着个人主义和多样化生活方式的兴起 家庭的地位和意义也受到了挑战 有些人认为 家庭只是个人生活的一部分 个体的发展和幸福并不完全依赖于家庭 这种观念的流行 使得家庭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渐被边缘化 然而 家庭团聚时 人们往往会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力量 这种情感连接和亲情纽带 也让人们重新审视着家庭在社会中的地位和意义 接下来说 大S汪小飞女儿长残了 9岁小月儿近照曝光 皮肤有黑显壮实 汪小飞大S女儿长残了 最近 汪小飞携汪西月 汪西林 新女友小梅 以及张兰 去到新加坡度假 被不少当地的网友偶遇 随后 有人还曝光了汪西月的正脸照 从而引发了不小的热议 当时汪小飞与新女友小梅 小月儿外出吃饭 能够看到 9岁的汪西月 扎着高马尾 穿着浅蓝色短袖搭配短裤 手上拿着吃的东西 正看向远方 汪小飞与小梅有说有笑 小月儿似乎有些失落 她的仪态也不好 驼背很是明显 皮肤有黑 头发也很凌乱 另外一张照片 汪西月的下巴有些厚缩 眼神空洞 与其他娱乐圈的新二代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给人的感觉像是农村的孩子 一直以来 大S都不爱出门 甚至没有被拍到带娃外出过 由此可见 汪西月姐弟跟着爸爸和奶奶 还是要生活得开心一些 有网友称 汪西月看上去很是壮士 现在在长身体也很正常 之前小S的二女儿晒出度假照 没想到汪西月汪西林也去了巴厘岛度假 小S的两个女儿打扮得非常性感 反而是小月儿穿着比较保守 网友称这才是普通这个年龄该有的样子 此次小月儿陪爸爸和奶奶出国旅游 其实大S有规定 不允许汪西月和汪西林来国内 估计是不想孩子过多被曝光 之前汪小飞私自晒孩子正脸照 大S扬言要起诉前夫 汪小飞的新女友小梅 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网友直言 小梅长着一张网红脸 与张盈盈的区别不大 小梅对汪小飞的两个孩子都不错 之前还被网友拍到陪小月儿逛街 也不知道月儿是否接受了这个新妈妈 去年汪小飞带着孩子去了日本 汪西林比姐姐要调皮 多次出现在奶奶的直播间 相比之下 汪西林的颜值要比小月儿高 当然 目前汪西月才九岁 俗话说 女大十八遍 以后颜值说不定会逆袭 大S与俱俱叶的感情十分稳定 前不久 两人的近照也被曝光 大S笑得非常灿烂 俱俱叶也年轻了不少 大S还将俱俱叶的英文名文在了胸口 可见如今的大S算是找到了真爱 与汪小飞也再无可能 不过汪小飞和大S的离婚案依然在闹 之前台媒还曝光了不少细节 汪小飞每个月要出高额抚养费 一直到2038年 对此 你怎么看呢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转发